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这个视频会是一个Quick Method的练习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例题 不要看这个题它只有一个UDL 就觉得它很简单 这道题它会比我们前面讲到的题都复杂一些 首先我们先分析结构 然后画出Free Body Diagram 可以看到左边我们这里有一个PIM Support 右边有一个Roller Support 中间有一个三角形的UDL 如果想尝试画Free Body Diagram 同学可以在这里暂停一下 如果你画完了 你的Free Body Diagram 就应该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我把这个点设为Point A 这个点设为Point B 所以这个例就是FAX FAY 这边同样是FBY 那这三个就是我们的Reaction Force 那在计算我们的Reaction Force之前 我们要先把UDL转换成Point Load 也就是计算三角形UDL的面积 那三角形的计算公式就是 二分之一乘底乘高 那底就是我们的距离L 高就是我们的W 所以其实它就等于那个Point Load 二分之一WL 那转换成Point Load之后 我们的Free Body Diagram 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Point Load 会定位在二分之三L的这个地方 记住如果是三角形的UDL的话 而且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是在左边的话 这两段的距离永远是三分之二比上三分之一 那如果我们的UDL是另一个方向 那如果我们的三角形的UDL是这个方向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转换成Point Load之后 它是定位在这个地方 就是右边这一段是三分之二L 然后左边这一段是三分之一L OK 那回到我们的题目 我们可以算我们的Reaction Force 用我们的三条Equilibrium的式子 那通过第一条式子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FAX是等于0的 因为它是X方向唯一的一个力 而X方向的力的总和等于0 那我们不能直接用第二条式子来算FAY或者FBY 因为我们有两个位置数在Y的方向 所以我们要先用第三条式子 我会选择算SUM OF MOMENTS ABOUT POINT A等于0 因为FAY它会经过Point A 所以它不会造成MOMENTS ABOUT POINT A 那我就其实就消除掉了一个位置数 那我们只需要考虑FBY这个位置数就好了 那同样你也可以算SUM OF MOMENTS ABOUT POINT B 也一样的原理 那算SUM OF MOMENTS ABOUT POINT A的话 我们有两个力是会造成MOMENTS ABOUT POINT A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位置数 FBY乘上距离是L 那用我们的WRT RU可以知道它是一个正的MOMENT 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的2分之1WL的Point L 它到Point A的距离是2分之2L 用我们的WRT RU可以知道它会产生一个负的MOMENT 到Point A等于0 那解除这条等式我们可以算出我们的FBY 它等于3分之WL 那最后一个位置数就是我们的FAY了 通过第二条式子我们可以算出我们的FAY 在Y方向我们就只有三个力 FAY FBY还有2分之WL等于0 那解除这条式子我们可以找到FAY等于6分之WL OK 那我们把所有的Reactions算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Free Body Diagram改一下 把这些数字都标上去 FAY等于WL on6 那FBY等于3分之WL FAX等于0 所以我直接把它插掉 那这就是我们的Free Body Diagram就画好了 那我们可以开始画我们的Share Force Diagram了 那第一步就是要画辅助线 Share Force Diagram要从左到右开始画 在Point A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向上的6分之WL的力 我们就直接把它写出来就好了 然后从Point A到Point B我们会收到一个向下的UDL的力 那到Point B的时候我们一共会收到多少力呢 因为我们经过了整个UDL 所以就是整个三角形的面积的力 也就是我们前面算的2分之WL 所以Point B的值等于WL on6 minusWL on2 就是等于-3分之WL 在Point B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向上的Reaction Force 3分之WL 它会给我们的Share Force Diagram一个向上的Jump Upgrade Jump 所以它这个Share Force Diagram 它会从-3分之1归回0 最后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这两个点它是怎么连起来的 那我在前面一个视频里说了 长方形的UDL 对的话 Share Force Diagram 就会是一条直线 如果是三角形的UDL的话 我们的Share Force Diagram 就会是一条曲线 那这里就是一条曲线 那我们的曲线 那我们的曲线是应该这样子的 还是这个样子的呢 这两条都是曲线 那我们要分出是到底是怎样画才是正确的 我们要看回我们的UDL 那UDL就是我们Share Force Diagram 它的斜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UDL 它是从左到右慢慢再增加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条曲线的斜率 应该是慢慢增加的 也就是应该是越来越陡才对 所以黑色这条线段才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线段 红色这条线段 它是越来越平稳 那我们的Share Force Diagram就画好了 最后到Bending Moment Diagram 看回我们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两边都是Free End 所以我们的Bending Moment Diagram 它会从0开始 也是10结束的 平时我们都要先算 Share Force Diagram 它的面积 然后找出我们Bending Moment Diagram 里面的Key Point 再连线 但这道题的area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图形 是很难计算的 那我们这次我们就不算 这次我们要用上我们的COTS Method 找出两个值 第一个值就是 我们的Share Force Diagram 是什么时候等于0的 也就是说找出这一段的距离 我把这个位置数设为Z 第二个要找的就是我们 Bending Moment Diagram 它的一个最值 可能是最大值 也可以是一个最小值 我在这里画了一条虚线 因为它是一个Key Point 我们需要把这个Key Point找出来 在这个地方我们的Share Force Diagram 我们的Bending Moment 等于它的最值 所以我要用COTS Method 把这个地方的UDL剪开 切开之后我的UDL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那我把这一段距离是Z 就像我这里写的一样 这个UDL切开之后 这一个UDL的最大值是WP 不是W 是WP 也就是这一段 OK 首先我们要先找出这个WP 等于多少 用Similar Triangle的方式 OK 那我们可以用高比上底的方式 来比较这两个Triangle 那第一个 就是看我们大的三角形 的高是W 它的底是L 那我们小的三角形是WP 它的底是Z 那WP它就等于WZ WZ 那你可能会注意到切开的这个地方 release了三个Reactions V N和M 那V代表的是这个点 它的Sheer Force N代表的是Exile Force M代表的是这个点的Bending Moment release了这三个Reactions 之后这个切开的结构 它又回到了Equilibrium 那这代表着我们又可以用回我们的 这三个Equilibrium的式子 来找出我们的V和M 那用第二条式子 我们可以直接看出我们的M 它其实是等于0的 因为它是唯一的力 在X方向 那第二条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V 但是我先不用这个式子 我先用第三条式子 来算我们的Moment M OK 原因我之后再解释 那算Moment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住 要算Sum of Moment at Cut 就是这个切开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这个切开的地方 我们的V 它是经过这个点的 所以我们不用考虑V 所以我们就删除掉了这个位置数 我们只需要考虑这些 我们只需要考虑Fa 和WP 还有这个UDL就好了 那在算这个Sum of Moment at Cut 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UDL 它转换成一个Point Load 那其实就是算 这个三角形UDL的面积 就是1分之1 乘上底 Z乘上高 WP 那我前面说了WP 它是等于WZ on L 所以 它最后这个Point Load 其实就等于WZ² on 2L 这个三角形UDL就没有了 OK 我们不用 我们可以忽略它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算 Sum of Moment at Cut 等于0 第一个我要写的就是 这个ReactionForce Fa 乘上我们的距离是Z 那我们的RightHandRule 可以知道它是一个Fu的Moment 下一个要考虑的是 这个三角形的Point Load 是WZ² on 2L 乘上距离是 因为是这边的三角形 所以这一段的距离是 1分之1乘Z 那我们用RightHandRule 可以知道它是一个正的Moment 最后要写上我们的M 也就是这个点 它Release出来的BendingMoment M 乘于0 那把这个等式解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算出M等于6分之6Lz 减上6L分之1乘6z的三次方 那把M算出来之后 我们本来可以用我们的第二条等式来算出V 但是我们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就是 我一直强调Shear force diagram 它代表的是BendingMoment Diagram the slope斜率 所以V其实就是等于我们M的斜率 也就是DMDZ 所以只要Differentiate这个M的式子 我们就可以算出V等于6分之WL 减上2L分之WZ square 那把这个V的式子找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算出Z等于多少 因为在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的V它是等于0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V变成0 大解出这条等式之后 我们会找到Z等于正负更号3分之L 那但是Z它是一个距离 它是不可能是负数的 所以Z它是等于正的 跟号3分之L 那在找出Z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跟号3分之L 带入M的这一条式子里面 算出BendingMoment的最值 最后你会发现M的最值 等于27分之 跟号3WL square 所以它是正数 所以是BendingMoment的最大值 Mmax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点标上去 那把这个点标上去之后 我们就只上下考虑 怎么把这几个点连起来 那很明显我们的BendingMoment Diagram 它会是一条曲线 因为我们的Share Force Diagram 它一直在变化 它不是Constant 从Point A到中间 这个Mmax的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hare Force Diagram 它是一条曲线 而且它是一个正的 positive的数 所以我们的BendingMoment Diagram 它有一个positive的slope 也就是说它是向上走的 那其实很明显 因为这个值它在0的上面 所以肯定是向上走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斜率 它是在慢慢慢慢变小到0 所以我们的限度应该是这样 那slope等于0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点的时候 是一个平线 那同样 从Mmax这个点到Point B这个点 我们的Share Force Diagram 它是一条曲线 所以我们的 这一段的BendingMoment Diagram 它也应该是一条曲线 而且Share Force Diagram 它的数值是在 慢慢慢慢变大 在复数的方向 在negative的方向 慢慢慢慢变大 也就是说 这一段的BendingMoment Diagram 它应该是越来越陡 越来越陡的 所以是长这个样子的 好 那这我们的BendingMoment Diagram 就画好了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觉得这条视频有帮助的话 请点赞和订阅 我会Upload更多相关的视频